这个老头已经活了70多岁 既没有老年痴呆也没有重大疾病 却每天一副老气横丘死气沉沉的样子 他老爸活得还要更久 如今已经102岁高龄 却生龙活虎心态年轻 甚至还一个人环游了印度 这天老爸扛了一个人形力牌回来 是个活到118岁高龄的中国老头 老爸表示他要打破这个记录活到119岁 为了不让儿子影响自己的心情 他决定把儿子送去养老院 这哪有儿子被老子送到养老院的 儿子当场就傻了眼 他距离力争和老爸讨价还价 最终老爸妥协要继续住在一起 也不是不可以 但他必须从心态上进行改造 老爸让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他给过世的老婆写封情书 为了不被送到养老院 儿子勉强答应了 可是他憋了好几天 也没憋出一句酸词来 最后好不容易写出来 老爸拿着就开始念 儿子尴尬的解释 自己当时有点激动 老爸一听反而笑了起来 20年来这个老家伙终于会激动了 但这还不够 接着老爸又将他带到了医院 排队看诊的时候 老爸在医院大声说话 儿子觉得丢人进行阻止 老爸很快给他安排第二个任务 让他捉弄一声 诬陷对方是小偷 儿子一听怒不可遏 直接在门诊处和老爸吵起来 原来老爸这么做的目的 是因为儿子总是没病找病 整天往诊所跑 为了让他别每天瞎担心 才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儿子觉得不可理喻 这种事情直接告诉他 不去医院不就好了 老爸一听掏出纸 写下保证书 强迫儿子在上面签了字 很快老爸又提出第三个要求 要剪掉他的旧毯子 儿子用这毯子用了几十年 没了毯子就睡不着觉 钱两个都可以妥协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吧 老爸解释 人老了的第一个迹象 就是在旧屋中寻求慰藉 只有毁掉旧事物 才会对新的东西感兴趣 但儿子一时半会儿 没办法接受 老爸只好先执行 第四项要求 他让儿子去到一个花园 小时候老爸常常带他来这里 看着不变的陈设和嬉戏的孩子们 儿子想到了自己的童年 接着他又按照老爸的安排 去到教堂 一进去儿子便热泪盈眶起来 这里让他想起了 自己的儿子阿末 原来阿末小的时候 儿子经常带他来这里 可是阿末长大后去了美国 一走就是三十年 为了供阿末上学 儿子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 可是阿末在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就抛弃了这个老父亲 一年半载才打一次电话 每次打电话回来就是要钱 可即使是这样 儿子依旧盼着阿末能够回家 老爸为了帮他逃脱 阿末的困扰才这样做的 接着儿子又依次去到城市面包店海边 陈上观光车在滨海大道游行 在妻子没去世的时候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都是这样度过的 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 要记住过去还有很多种方式 但不要执着于过去 回到家的儿子就将毯子剪掉了 因为没了毯子 他犯起了失眠 老爸发现后放上音乐 和儿子一起跳起了舞 儿子并不领情 但是也很快被父亲的音乐吸引 父亲为他盖上被子 就这样儿子成功入睡 既然旧东西丢掉了 那就要培养新的爱好 儿子养起了花 并打算在自己生日之前将花养开 现在距离他的生日只有15天时间 药店小哥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儿子还是十分乐观 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老爸把他的花换成了一盆盛开的花 看到花开的儿子十分激动 以为自己真的成功了 这也让他坚定了养花的兴趣 就在他生日这天 阿末送来了一束鲜花 但因为不满阿末之前的所作所为 老爸在第二天才把花拿给他 儿子十分激动 这可是阿末第一次给自己送花 他给阿末打电话过去 阿末在电话里表示他就快要回来了 老爸知道后十分生气 并表示如果阿末回来了 他必须将阿末赶出去 老爸提醒他 阿末为什么突然献殷勤 不就是看他们俩年纪大了 惦记着家里这件财产吗 可是作为一个父亲 儿子不可能放下阿末 他不允许老爸对自己和阿末的关系 进行挑拨 讲着阿末就要回来了 儿子准备去为他把房间收拾出来 里面属于儿子的东西全都保存着 但是他唯一没保存的 就是儿子每年寄回来的信 因为这些信全都被老爸藏了起来 还将他们装定在一起 阿末每一次写信来都是为了钱 而每一封信的结尾都是同一句话 希望您能理解 看完信老爸放弃了音乐 儿子一听这音乐突然情绪激动 并生气的指使老爸关掉 原来这首歌是妻子生前最爱听的 可是后来妻子的脑装出现了橡皮擦 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可忘记一切的他 唯独没有忘记阿末的模样 期间他们一直给阿末打电话 可打了整整28天 直到妻子去世 阿末也没回来看望过一次 讲起这些儿子开始悲伤 老爸劝告他忘掉阿末 因为这个没有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不孝子 早就已经忘记了他 为了验重自己的想法 他立即拨打阿末的电话 表示要和他商量家产的事 让他早点回来 阿末十分激动立刻答应了 28天的死亡通知书没效 而一句分家产 立刻就能让阿末回家 这一下儿子终于明白了一切 失落的他在雨中冷静了一下 原本他还有一线希望 可现在被老爸剥夺了 并重新唤起了自己的丧妻之痛 儿子痛斥老爸的残忍 可老爸觉得他就是在可怜的乞讨 两人争取起来 儿子拿出阿末和小孙子的照片 并表示他只是想见一见自己的儿子 最终老爸退让了 他一边说着 不会让阿末打败自己的儿子 一边咳嗽着走向房间 因为害怕阿末不习惯国内的饮食 儿子提前去准备了进口的食物和水 并为阿末布置好房间 可就在他紧锣密鼓的准备时 却发现老爸竟然还在计划着赶走阿末 他十分生气地指责老爸 并决定一定要将自己的那份房产留给阿末 面对指责老爸没有生气 而是拿给他两张X光片 原来老爸之前检查出自己患上了脑瘤 为了让儿子在自己死前重拾生活的欲望 他才制定了将他送到养老院的计划 得知父亲为自己做的一切 儿子悔恨的痛哭 同时在内心做出一个决定 很快阿末回来了 儿子去机场接他 并问他的老婆和孩子 阿末搪塞说因为有事 而妻子和儿子下次再来 儿子听这话十分镇定 他拿出阿末唯一能够得到的财产 一个装有24卢比的存钱罐 让他带着存钱罐滚蛋 并控诉了阿末这些年来的自私和冷漠 阿末在机场众人面前丢进脸面 不远处看着这一幕的老爸 开心的吹起了口哨 最后阿末灰溜溜的离开了 之后老爸向儿子提出最后一个要求 在他死的时候不要挨伤 要开心的为他吹口哨欢呼 他的一生都在乐观中度过 死亡也不会改变什么 最后老爸走了 在他留下的录音中 那份对生命的追求传承给了儿子 老爸102岁 一个追逐生活的故事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102岁 但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态度的权利 开心一点做有趣的事情 忘掉悲伤放下执念 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有意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